大家好,我是洪茶 那今天這個陣容呢,我覺得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像這個 他的神靈的話,是唯母哲剛 異語和名,庇佑 跟向死而生 那如果你在上書的話,其實你就是 庇佑可以免掉 那就是向死而生,異語和名 跟唯母哲剛 那他等於就是把 所有強勢的隊伍 都給他擺在一起 有華陀 張寮 華陀 甘寧 貂蟬 後排也是三隻紅將 但這個組法呢,有什麼厲害的 大家可以看看 覺得也是很神奇啦 因為 舅舅以前是強,但是我覺得沒有到 可以依穿三的這種地步 那 主要的話呢 我覺得還是陣容的組合 當然啦,還有營地的加成啦 但 可以看到 覺得很扯喔 那未來,也不是未來 就是這幾天我其實也會組一隊 就照他的這樣的組法組起來 然後來試試看喔 因為組的 他的效果真的 不簡單 基本上就是 前面的六隻齁 就把對面給破掉 後來如果諸葛亮再上來 發八卦陣的時候 往那個效果更好 這邊可以稍微看喔 那 爭議的話 當然啦,爭議有差喔 一邊爭議是12% 另外一邊的 爭議是18% 多吃到一顆頭 這個傷害真的很可怕 我死了兩隻齁 一隻是 一隻是誰 貂蟬 那 小霸王孫策 在這邊的用處是什麼咧 在這邊的用處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輔助 它的輔助的作用就是 給後排盾 因為給後排盤石的話 它可以直接少了一次的 傷害齁 我覺得這比什麼 少一次傷害比什麼來的都有效 那之前如果一開始 還有SP魯素的時候 魯素還可以去 把那個傷害給分散 當然這樣子怕,其實會怕的是什麼 怕的會是 波塞盾齁 如果 讓波塞盾 有機會出到招 那也是不簡單齁 只要讓他出到招的時候 有可能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吸走 這樣就破到第三人了喔 那當然也已經損失了 一隻SP魯素 跟一隻 特殊的貂蟬 那個傳奇的貂蟬 花拓也快死了 但我覺得 把諸葛亮放後排 出現其實是 相對來說好的 這樣一出來就直接保護甘寧 那甘寧又不容易死 這時候小霸王發招了齁 難得齁 好 Dim Phone 出來也沒什麼用 就這樣 直接破了層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